今天要叫做使用電池 我們講過了福打電池 使用性不高 電流不大 篩減很快 我們講的是日常生活你可以拿來用的 會用得到的電池 第一個就是福打電池 電流篩減很快 電壓也不是很大 所以使用性不高 但是我們現在有很多 有用的可以拿來用的電池 然後呢 各種的狀況 然後我們有電池 還有六個乾電池 就是你碳性電池或是減性電池 那我要講的 然後還有充電電池 這裡有一堆我們 只有鉛電池會有好好講 其他都是簡單帶過去 簡單帶過去 那這個就是 不會教的 不會教的電池 燃料電池學生考過一次 可是他就是考那些反應 看起來就知道你也不用先學過 就是電池 我們要教的是 現在要教的是前兩個 碳性電池跟減性電池 乾電池 基本上電池都下個正極 下個負極 中間下個電解值 電解值 電解值要導電 需要有水 它才會解離 所以基本上就要有水 但是呢 我把它搞得固固的 看起來糊糊的 水是含在裡面 看起來不會水水的 所以我們的乾電池是 你看不到一個水在外面晃來晃去 在裡面還是有水 並表示它完全都沒有水 完全沒有水 乾電池它的體積很小 而且呢 電解值也不容易外露 然後容易攜帶很小 方便攜帶 所以使用很廣泛 最好的是碳性電池 我等一下就要主要講這個 然後也會再簡單帶一下 碱性電池 在考卷上 我考試上所寫的乾電池 指的都是碳性電池 待會我要講的東西 可是你在生活中 你去買的乾電池 是買的是碳性電池或者是碱性電池 事實上你們現在買幾億電池的機會會比較多 雖然它比較貴 雖然它比較貴 就要這樣使用 碱性電池就是長這樣 不用背 長這樣 要背再說 就是長這樣 那邊要背東西 這個一大堆的東西 考試通常是考其中一個而已 就看完就算了 不要理他 這圖就是不用 想像也有的 不用背那麼多 要背這個 正極是碳棒 正極碳棒 旁邊勾一些所謂的石墨二氧化膜的東西 正極碳棒 最要背正極是碳棒 好 然後呢 負極就是外面的心殼 外面的殼 心殼是負極 所以呢 碳棒是正極 然後呢 心殼是負極 特別用有顏色的字寫出來是 偶爾會有人問 偶爾有人考試要提到他 派個綠花還什麼什麼之類的 偶爾會有人問 所以就標一下 但是問的人也不多 問的人也不多 因為 我們不太管他的反應 所以就不是那麼重要 等一下你就知道 不要說 我們的第一件事情 誰當正 誰當負 第二件事情 應該就是所謂正極半反應跟負極半反應 正極不用背 不用理他 我好 闖一下 少背一個 正極不用背 負極就是那個銅電池的心的負極是一樣的 所以也等於不用背 反正心都當負極 所以反應都一樣 就新變成心靈子 新變成心靈子 OK 負極半反應 好 質量增加和減少 正極質量不變 為什麼不變 因為我教你碳棒式正極 實際上那個正極的反應物不是碳棒 那個碳棒只是用來導電用的 所以真正在發生反應的不是那根碳棒 所以他當然就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所以我教你背 太棒式正極 可是實際上不是他 我教他實際上不是他 不滿意 所以他質量不會變 他直接來幫助導電而已 那負極就一樣嘛 就是心變成心靈子就會減少嘛 就會減少 就質量增加還減少 你既然反應都沒有背了 就可以什麼濃度增加還減少啊 也沒有什麼顏色變身還變淺啊 就沒這問題嘛 沒這件事情 所以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記得 正極的質量沒有變喔 正極的質量沒有變 OK 然後這叫減猛電池 就是減性電池的構造 也一樣看完就算了 不用背它 也一樣看完就算了 不用背它 不用背 不用背 實際上這個實際上部不用背 所以反應也不用背 全部都不用背 全部都不用背 真好 通通不用背 只有一個要背 就是其它 它為什麼叫減性電池 因為它拿氫氧化鉀做電解液 接下來它是什麼性 減性的 所以它叫做減性電池 它的優點是電流比較大 可是有些情況這是缺點 你可能會買到一些電器 會告訴你說 建議不要使用減性電池 比如說你們那個時鐘 會告訴你說叫你不要用 為什麼 因為你用減性電池 它電流會比較大 比較耗電 最好一點就是說 電流太大 電動率太高 太高 它容易壞 所以它反而建議不要用 用普通教 你看遙控器也是一樣 不需要用到幾音電池 用太晶電池就可以了 所以它對一方人家做的優點叫做 電壓維持穩定 而且電流比較大 然後它有 通時它也活得比較久 比較耐用 比較持久 但是呢 比較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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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個大萬養公司看到 它硬電池都很便宜 放在一大堆那種 然後又只硬電池 那價錢有差 其實差蠻多的 好 就這樣做 所以 解液電池啥都不用貝 只要貝個就好了 那個其他的注意事項 它用誰當作的電解液 清雅 話講 就貝個就好 其他都不用 只有以上就是我們的 乾電池跟碱性電池的部分 OK